為什麼你的毒狗常常刪心了以後 卻還是一波都打不過別人 本期影片要為大家來了解 玩好的毒狗實戰細節 有觀眾反映上期的影片說話特別的用力 可能是因為忙著打積分 然後一邊積分一邊錄製所造成的 我們的積分目前仍然保持在台服的第一梯隊 所以底下的素材 雖然左上角的戰機可能有一些排位上的浮動 但原則上都是台服前面的玩家的素材局 那這裡要先跟大家來講述的是關於毒狗的戰力評估 原則上在上期影片中我們有講到 毒狗能不能迅速拿滿三件裝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有了征服裝置以及輔助裝置的強化等等 這些裝置將成為一個毒狗三星角色之後 額外的裝備組件 以卡薩丁為例子做舉例 卡薩丁理想不管你是出什麼流派的三件套 那你把三件裝出完了之後就是三件稱死了 但是如果你有輔助道具的加強 例如你有這個女妖滅沙 女妖滅沙的效果可以幾乎去頂替掉手銀兜帽的位置 這樣子卡薩丁在不出水銀兜帽用女妖滅沙代替的情況下 他等於約有四件裝的強度 我們再來對比這版本被加強的過大寶石 為何他會是輔助裝備裡面最強的 可以看到他的基礎屬性就提供了10%增加傷害 只要存活多一秒就會多1%的傷害 那同樣在這個金色的征服戰力裝置裡面有一個裝置叫做垂直優勢 他在開機半比別人少的情況下才能夠有16%的額外增傷 但是過大寶石在基礎就有了10% 所以過大寶石光是選下就已經屌打了這個垂直優勢的這個金色戰力征服裝置 這也是為什麼他的這個數據會這麼差的原因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輔助裝備是最方便有效可以獲取戰力的這個來源 那輔助裝備有可能會導致你的這個角色三星毒狗的強度 因為本身就已經有一定的數值上的優勢了 再透過這些各種的輔助道具以及征服裝置的放大增幅 會導致你的毒狗會比平常的人來的強盪非常的多 在上季有了寶貝古董這個銀色的征服裝置強化時 就給大家想過類似的基礎觀念了 這季由於毒狗又再度氾濫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讓新手的玩家更能夠理解 拿戰力海克斯的重要性 再來是針對大家最喜歡問一個問題就是 我到底什麼時候我的毒狗應該要三星 你能不能三星這件事情第一不是你決定的 第二你需要去思考本場的對局有很多的因素 第一個是關於場地的資源是否超發 第二個是同行的章數進度如何 第三個是你自身的血量以及狀況 針對這三個問題我會給大家各自明確的解答 跟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讓以後再碰到各種情況下 你都可以有一個良好的應對 首先是對於第一點關於資源的超發 也是我很詬病 很多人喜歡以一個時間點 或者是可能4-1說什麼二費要三星之類的 去做為毒狗的評判標準 每次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說這種判別辦法是有問題的 以這場的例子來講 這場的例子是戰利品訂閱 這張的地圖裡面 我有一個良好的優勢 是我玩新朵拉獨家 而且我的新朵拉有四張之多 但是為什麼我在這場 我沒有選擇六等大敵去毒狗呢 原因是因為我看到整場的環境 資源超發已經太過嚴重了 所有人都是選擇去運營上的 拉八的八人口四飛陣容 在這場裡面 我沒有找到任何一個 跟我賭兩塊錢的同行 這種對決裡面 如果你選擇在四張節 用原本的節奏去慢慢低 新朵拉即便你三星的 你大概率也要花很多的錢 才能夠低狐 所以這邊我選擇 在我低狐了那些二費三費的對子 有一個前排坦克之後 我就沒有選擇再繼續低牌了 而是選擇直接拉等去補上七邪術史 在這局的四階段中 我的七邪術史 可以很有效的幫我 苟住四階段的戰利 當然這也是因為這個戰利品 訂閱這張地圖的特性關係 因為這邊掉了一根鏟子 如果你不去跟著拉等 去提高這個七邪術史的話 大概率別人的鏟子 會做出更可怕的轉值大成 也是因為我的這個拉七邪術史 然後在八等低護服保險的優勢 最後是讓我在這一場狗到第三名 這也是一把標準的 毒狗轉營運的一個經典的例子 因為毒狗你還是要拉等級的 不論是賭辛朵拉還是賭卡莎丁 卡莎丁需要開後期的七度重打手 辛朵拉可以往後面開 不論是卡馬還是先鋒 或者變形的上限 當然這個例子有點超剛 我其實只是想要舉例第一個範例 但卻用了123的融合體 你會發現其實玩的比較好的 比賽高端玩家大多數都是這樣子的 那接下來的第二個範例 是這個大家可以肉眼可見 對方是我的同行 也是賭寇格摩這一套 那寇格摩拼多多這一套 我們兩方都是選擇有拿了一個複製器 我本來是不想拿複製器的 但因為他確定要撞這套的原因 所以我就選擇在第二個拿了建立團隊 那這場的環境跟上一場又有所不同了 上一場的環境是支援超發的情況 這場是常規的對局 支援沒有超發 所以錢不是特別的多 但是這把的環境是很好的 有非常多的毒狗 由於這裡已經可以看到 通常的寇格摩是已經直接三星了 他使用掉了兩個複製器去提節奏 那由於我在前期是連勝的優勢開 所以我選擇在世界上躺平 讓我的同行先拿到一點張數 那我自己也又是小滴一點 保持比較多的錢 那沒有滴的那麼死 把節奏給放慢下來 因為有同行最重要的情況下 我勢必不如像這家卡莎丁一樣 可以滴的這麼呼 我需要更多的錢 才能夠把牌給全部抓齊 因此我會選擇用四張結的血量 來去換取我的經濟的時間 由於這個賽季二費的卡持有25張 其實二費獨狗會比之前被卡的機率 就是難受度會下降很多 那這一局因為我是拿五級聚風前期連勝開 他是拿複製器前期打不過任何人 直接選擇五連敗開 他打的節奏壓制在四張結 我打節奏壓制在二三張結 兩個人做的都很正確 那在這個五張結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沒那麼好低谷 所以我到五張結這裡 才把我的牌給全部低齊了 並且這裡因為有些小失誤 我沒有來得及去把莉莉亞給掃回來 然後這邊也沒有讓奴奴直接被捏上去 那白白損失了20塊的金錢 但也是因為我把這個時間換成金錢 換了足夠多的錢才在有同行的章數情況下 透過第二個拿電力團隊 然後成功把這個四張的 這個比較主要的卡片都給追齊 那最後是由四加獨狗包辦前世民 這一局的例子主要運用了這個第二跟第三個 常見的情況因素去做探討 那這一點在這個討論上 就會有比較多需要理解的部分 也就完全無法使用前面講到的 就是你在4-1就想要把 二費給全部低調三星這件事情給實踐 因為你那樣子大概率會讓你在玩這套的時候 會比較沒錢 對了 因為你雖然是玩獨狗 但其實也需要考慮到陣容構築的費用 獨扣格魔這一套的造價費用 因為要追求四隻的三星 其實造價費用會比卡莎頂高非常的多 這個點上的考量也會影響到 我使用這種賣血去換更多的錢 然後來去低牌的一個緣故 因為這樣子才有更多的容錯去把牌給低出來 當然你跟同行也是要稍微去搶牌的 只是由於這把的環境判斷 是只有四家同行在賭這個兩費的卡池 如果是只有你們兩家同行對組的話 那我就不會存40塊去慢慢弄了 最後看一下一個比較好的讀狗完美劇本 前面的幾個劇本呢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沒辦法拿那麼好的增幅裝置 那當然可以看到 像上一局 雖然我們有同行對撞 但我在第三個 我仍然是沒有選擇去拿那個英雄複製體 因為我知道如果拿那個在後期 你就誰都打不過了 所以你第三個你必然還是選擇屹立不搖 像這局也是同樣的道理 第一個我選擇的輔助魔像 拿到一個還不錯的聖盾 聖盾要玩哪一套毒狗都是可以選擇的 第二個選擇白銀招待券 雖然這個是經濟類的毒狗增幅 但是因為他給的低牌次數以及金錢都是非常可觀的 因此這個東西可以提高你的護符覆蓋率 在玩毒狗的這個版本 基本上是要保證你在啟動之後 每一關都能夠有護符去做使用的 當然如果你的護符太糟糕 那你也不要硬刷 只是有這個白銀招待券 你的護符覆蓋率會明顯的有效 並且提高非常的多 那第三個依然是選擇拿了戰利類 目前來講當前環境 如果你不是前兩個選擇戰利類的三星毒狗 不考慮在第三個拿金蛋 因為都活不下來 那無可動搖在這個版本裡面 是新的征服裝置 很多人沒有選過 而且以為台服的翻譯 是會有火炮攻擊距離增加的效果 其實不是 他增加的是藍盾的距離 所以會像畫面上所看到的 這個藍盾是會變成 往外延伸一格 可以讓你的白味變得比較輕鬆 並且全隊都吃得到這個51的雙抗 51的雙抗相當於舊版本 彩色的聯合防禦還要再來得更強 所以這個無可動搖在這版本的數據 非常亮眼也非常的強勢 那雖然扣格魔射手這些並不是鬥士 沒有那麼需要輔助裝備 可是雙抗的增加 以及軍團聖盾起始攻速的啟動 都為了這一把最後 再讓這套不好吃雞的陣容 埋下了一個吃雞的伏筆 也就是靠著這個所謂開頭講到的 如果三星了以後 但實際上他可能有第四第五件裝 我相當於讓每一個後排的射手 都多了接近80點的起始雙抗 再跟對方做對拼 那這樣子對點的話 我的射手自然就有了扣起刺激的資本 本期影片的教學在這邊 就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這期影片沒有給大家帶來什麼直接 可能什麼幾槓級低牌的這些教學 但是我相信這一個影片的內容 跟這個引導的方向是沒有錯的 你只需要透過這個方向去做任何費用的陣容去玩 那都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同樣的這些玩法也可以用到三費陣容 因為如果有跟我直播的觀眾 應該發現在高分段 目前已經有開始部分的玩家 會嘗試使用三費的陣容 去在當前這個版本中有更好的表現 當然這不是絕對的 也是看當下前面講到三個問題 去做延伸跟思考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這個講解教學內容 那我是NYE 如果你有戰極教學需求 歡迎填寫教學表單或者適合我的DC 那大家下期再見